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别动 别动当你衣服 没事 洗这么多衣服呀 是啊 这快递公司人多 这帮俩孩子又没时间洗衣服 我给他们洗洗衣服 挣点零花钱 看你这样子不像住着的 是来找人的吧 我弟弟在这个快递公司工作 我来给他送点东西 这谁家在炸辣椒酱还挺辣的 我们这人多住的人又杂 乱七八糟的 我来吧 我以前也住过这种地方 刚来上海的时候还住车棚呢 是吗 看不出来 行 谢谢啊 那你随便坐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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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算是昆出头了 没有 还给别人打工呢 打工打工不一样啊 你看你这身穿的 肯定是个白领吧 不是 真不是 那也是厉害 你来干吗 我来看看你 顺便给你带点东西 拿着 喂 你这 反正我来看过你了 我会告诉爸妈 你不欢迎我 你别假惺惺了 你怎么问我 为什么这个点才下班 我每一天是不是都 这个点下班 你怎么问问我工资多少 每周有没有双休 早吃饭都在哪儿吃饭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当初出来打工的时候 一分钱都没有贷 比你说得更糟糕的事情 我也都遇见过 我不是也扛过来了吗 我还供了你们两个 读完大学 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你嚷嚷什么 你现在能靠自己努力 工作赚钱 养活你自己 我已经很欣慰了 我希望你可以抛开那些 不切实际的想法 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 给自己积攒阅历 有一天 如果你能靠自己的努力 扎根上海 我会对你刮目想看 上海 我为什么来上海 你告诉我 为什么来上海 我来上海就是为了 一大早上班 半夜下班 除了下班就是睡觉 然后坐在这种鬼地方 你告诉我这叫生活吗 这就是生活 生活本来就不容易 我以后一定进来看你 给你带一些东西 我不需要你的小恩小惠 你就不应该寄钱养我 是你把我养娇惯了 然后又把我送到这儿 做最低级的工作 你让我怎么适应 是你把我养废了 还有 以后不允许你 再把跟我上学挂在嘴边 是你害了我 我真忽悔 我没想到 够你们两个读书 够出两个威尔郎来 什么事 大姐 我出事了 警察找我 让我去派出所 你不该怎么办啊 什么事你慢慢说 一五一十地跟我说清楚 你先深呼吸三下 我原来那家快递公司 业务量少 每个月挣得不多 我想吧 既然把这一代已经跑熟了 不然换一家好的 可原来那家公司 扣着我这半个月工资不给 说什么我这么快就换工作 影响了他们 我 我就把他们的快递扣下 逼他们把工资结给我 可是他们却报警说我拖快递 而且还狮子大开口 要我赔偿离职造成的损失 就这点破事 还有呢 那你还想要怎么样啊 我不偷不抢 只是换工作而已 现在又说我是小偷 又要我赔钱 我哪儿来的钱啊 赚的钱都去穿用光了 你跟我嚷什么 我 我这不是着急吗 我要真进来派出所 我就出不来了 道歉 对不起 大姐 你跟这家公司 有没有签过劳动合同 好像没有 他们说是等适用期 过了之后再签 那你有没有证据 可以证明你在这家公司工作过 尤其是 有没有收到过工资之类的 有 他们往我卡里打过工资 我接下来说的话 你给我记清楚 首先 这家公司没有跟你签劳动合同 这是他犯的第一个错 他没有跟你签合同 就不会给你交社保 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 在这种情况下 你随时可以合法地离开 并且不需要提前通知 那么他扣你半个月的工资 这是他犯的第三个错 你也是蠢 你扣人家快递 怪不得人家告你 你这是自寻死路 送小辫子让人家抓 本来这家公司有前面说的 那三个错在 你只需要威胁他们 说要去劳动监察告状 让劳动监察加倍罚他们 他们肯定乖乖地把你那半个月 工资送到你手里 又能找你扣快递威胁吗 你大学赌哪儿去了 你出来工作也不止一年了吧 怎么连关系到你切身利益的 劳动合同法都不懂呢 你怎么敢出的门 可大姐 我 我总会是扣押人家快递了呀 现在知道怕了 你好好想想 我前面跟你说了那么一大堆 你不会举一反三吗 行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大姐 我就知道 给你打电话肯定没错 你长点脑子吧 我看你 喂 姐 你发给我的这家公司 就是你要去的新公司吗 是的 姐 对了 姐 我已经按照你之前说的办法 跟前面那个快递公司谈过了 虽然吧 场面不太友好 但是他们已经同意 去派出所撤销报案了 我也委托别人 把快递给他们送回去了 你说这事 是不是就了了呀 你说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对我不利了吧 毕竟他们违反 劳动合同法的把柄 还在我手里 那就好 大姐 我给你发的 是我明天就上班的新公司 请大姐帮我把把关呗 现在扔我这个姐姐 让我帮你把关了 你不怕我害你啊 姐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你说我姐 怎么会害我呢 你看啊 从你跟这家快递公司闹不愉快 一直到解决这件事 就这么一件小小的事 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当然了 说起来也是老生常谈 知法 守法 用法 要是在以前 你肯定觉得 这就是报纸上说的宣传语 怎么样 这回深有体会了吧 是的 是的 你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吧 读书 背法律条纹是苦差 这现在遇到事了吧 需要用法律 这不有大姐一提点 再加上网上一搜 一出来 心里一下就明白了 大姐 是不是我给你发那个公司 有什么问题啊 你能不能去看一眼啊 我查了一下 确实有点不大对劲 但也有可能是网上的 乙额传额 你查一下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和实施条例 对照一下 这个公司让你做的工作 看看有没有违法之处 还是那句话 我会受人蚁蚁 但绝对不会手拉手地 推着你走 你已经承认了啊 自己要靠自己 明白吗 好的 我知道了 行 我上班呢 挂了 大姐 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公司 我调查过了 好像确实是有点问题 有的人说好像是骗子公司 又有的人说好像是传销公司 幸好我没去 但是吧 我现在手头上是真的没钱了 也没地方住 所以我 我只能继续做这个配送的工作 现在正在招工的 有那个跑腿和外卖配送 然后还有一家是生铅配送 然后还有一家是上海本地的 这个蔬菜熟果的配送 我真的不知道凯子怎么办了 你有什么建议吗 周经理 这儿 你这样 你就把从这儿到这儿写一下 挑选工作 一是要注意你的工资 与其他公司同工种的横向对比 二要看你能不能学到什么东西 有没有前途 还有 你在大学里学的知识 要派上用场 脑筋要动起来 无论再累 你都要经常停下来想想 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你现在做的工作 属于全公司的哪一个环节 能不能更好地做到成上其下 能不能既方便下家接手 又能让上家放心托付 真的 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 做什么都得好好想一想 我也没什么水平 说的都是大白话 周经理 你是个明白人 乘上其下四个字 虽然很虚 但是既方便下家接手 又能让上家放心托付 就很明白了 我做事 特别是在设计规划的时候 只要能这么想一想 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会圆满很多 说到底就是与人为善 把心里的一丝善念化成行动 给周围的同事谋个方便 信任嘛 就是日积月累做出来的 不像某些人 临时抱佛脚的离间有什么用啊 谁也不瞎呀 你说的这个人是我吗 是主者我吗 周经理 洗完了 周经理 你说你打算每天用两个小时 来蹲前厅 我建议你 最好是清晨跟中午 这两个高峰时间段选一个 你这样最能学到东西 除此之外 你像下班之后 加班两个小时这种 你在前台基本碰不上什么事 你看呢 早上六点到八点 就当做班前了解客房动作 等从前台出来 我再处理我们房屋部的事 之后天气越来越暖 早起也不是困难的事 那再加上周六周日两天 三个月的培训 可以缩短成两个月 真贫呢 还好我这两年工作吧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保住位置 重点放在家庭建设 要不然朱经理 你肯定是我最强悍的对手 算了吧 我才佩服你呢 你看你这人生规划做得多好呀 选择题做得明明白白的 我像你这个年纪 可不懂这些取舍啊 我懂自己要什么 你也别佩服我了 我要是个男人 我哪还需要取舍呀 可不就是吗 大姐 我发给你那个是 美宋的那个招聘信息啊 那个因为我有附近这个 送会议的经验 熟悉附近小区 所以他们就让我去面试 但是 大姐你帮我看看 这公司行情行不行 这公司靠不靠谱 我看着像是大公司 但是 我不知道除了送货 还有没有你说的那个 什么上升发展空间 喂 张局 喂 小弟 我刚下飞机上出租车 回得晚了一点 你刚给我发的微信 我看过了 工资收入跟之前送外卖比 出入不大 可以考虑先过渡 不是 大姐 我现在已经离开原先 那个快递公司 我得出去租房子住 钱包很快见底了 你能不能借我两钱 每送上海招聘信息 我看过了 工资可以满足你现在的开销 你多大的人了 别老盯着你姐的钱包 丢人 说出去都助孤生 我明确地告诉你 我平时给爸妈汇的钱 最终都落到你的手里 我没办法 但是我不会直接给你钱的 除非你遇到 不可抗力的事情 不是 大姐 我是给你借又不是问你要 才两千块钱你就要 既然你已经离开家乡 来到上海 你首先要做的 就是自给自做 然后你要随着 这个社会的行为规则 比如借钱就有它的规则 鉴于被借的前提 是救急不救穷 如果你没有遇到 不可抗力的事情 你就提借钱 人品首先会被质疑 你还会失去这条交情 你想想 你的所作所为 咱们俩之间 除了血缘 还有多少人品与交情残留 复制 你这话说得太到位了 我辛辛苦苦中的钱 你凭什么随便张口就见啊 你是心黑了 还是眼睛瞎了 不是我的辛苦 这种人还怎么做朋友 我处理这种人啊 一般都是给他二百块 就算打发叫花子了 没有以后 挂了 其实你弟还行啊 就这样 就还行啊 已经算好了 他能自己愿意工作 种钱糊口 你就谢天谢地吧 就别指望他 种钱养家了 现在游戏二人喽喽去的 小年轻啊 一不读书 二不打工 那混一天是一天 还真是笔下有余啊 小弟 小弟 你在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我不能来呀 啥干啥呀 看到了吗 正经公司正经工作 吃饭了吗 我们的工作跟你不一样 做不到按照吃饭 三次来就得走 身边吃饭什么的不重要 进去吃饭 干什么 后面宴啊 走 您的餐齐了 请慢用 谢谢 点那么多 当我是饿死鬼投胎啊 吃不完打包吗 我也好久没有吃披萨了 来 披萨要趁热吃啊 好吃啊 好吃啊 你不吃一口啊 莫名其妙 你到底来干吗 查看啊 我签的是第三方公司 这公司跟包工头一样 虽然是全职 干得不好随时让你走的 跟你说得好像不太一样啊 累不累啊 第三方公司负责抢单 我们排队负责接单 一天十二个小时 有一半的时间在排队 接一单八块钱 就那么点底薪 不要想挣得多 就得玩命 还行 强度肯定没有我们酒店 做房间大 天气好还行 大风天雨天你试试 还有冬天夏天 你那儿好歹二十四小时空调 对 都是辛苦钱 你既然已经决定 离开家乡来到上海 那你就应该调整好心态 把思想格局放大一点 上海这么大 到处都是机会 你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外卖 肯定也看了不少了 到处都是公司 写字楼 各行各业 都是顶级的 这可是在老家看不到的 有什么用啊 我觉得还不如在老家待着呢 那你回老家去 买上火车票的钱总有吧 你巴不得逼我回家去是吧 省得天天看见我是吧 我告诉你 凭什么你能留在深海里 我就不能留下来看这个花花世界 谁不让你留上海了 你大姐是在教你自强自力 要靠自己奋斗融入这个大城市 要靠自己双手努力过上好日子 你只有这样 做人才叫体面 假大空有个屁用 这是你来上海 第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我怕你适应不了 我过来看了一眼 放心多了 下句话 该不是让我每个月跟你一样 寄钱回家吧 我告诉你 你还真别放心 就这份工作 我做不长 为什么 我有别的打算 行 你有打算就好 我不管你做不做得长 你每个月该存点钱下来 用在继续教育上 你不用管爸妈 不用给爸妈寄钱 只要你不跟家里要钱 家里地理产出 绝对够他们两个用 你就跟他们这么解释 我也会跟他们说的 真的 嗯 别明天回头告诉我 你跟二姐一商量 让我坐往家里寄钱的主力 爸妈对我好 你们俩见了我就跟见到仇人一样 你哪来那么大远期啊 好歹你现在挣的工资 可以保证每个月自己吃饱喝足 还有结余 你应该有点小骄傲的 你还记不记得 跟我一起合作的那个邻居 那个开好车的 你脑子里就这些东西啊 另外一个 何敏洪 他跟你差不多时间大学毕业 他到现在 还要靠爸妈讨药包 才能维持在上海的生活 就从这一点 你跟他比 你就比他争气 这个就是你的体面 可我干的是苦力 挣的是辛苦钱 我也想坐在写字楼里面 输入乎乎吹着空调 不想每天风吹日晒 那又怎么样啊 你自给自足 这是真体面 反正说来说去就是钱呗 你现在眼里就只有钱 谁挣的钱多 谁就是体面 你有没有点理解能力啊 我的意思是说人要自己自足 要靠自己双手努力挣钱 这样过上好日子 才算心安理得 才叫体面 好了 我现在跟你讨论一下 你工资该怎么用 大姐 我知道你供我上学的时候 花了不少钱 但是我现在的情况 你是知道的 我真的没有钱还你 你想哪儿去了 我会惦记你那点工资吗 你听着 每个月的工资 除了必要的开销以外 都存到银行里去 你这每天在路上跑 不比在办公室里面安全 手头上要存点钱 以备不时之需 所以这每个月的工资一到 立刻花过去 你赞同吗 至于这笔存款 以后怎么做 才能取得更大的收益 我还是有点经验的 回头再跟你讨论 不是 不是存银行吗 存银行怎么存 数额达到一定数目以后 怎么做理财 这都是有窍门的 现在你不着急 等你有存管的时候再说 我发一个文件给你 这都是我同事去过的 比较好的在教育机构 你有空的时候看一看 我还是觉得 你要多花些时间跟精力 到继续在教育上 接个电话啊 嗯 那咱们现在来 这一粒也太诚alked history 爹 我接个视频 一会儿你帮我打个招 好 王总 小弟 打个招 你好 小叔 晚上好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王总 我跟小弟在吃夜宵呢 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我发个位子给你 不了 不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 你们也少吃一点啊 不然晚上睡不着觉 行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好嘞 拜拜 好 谢谢 这个王总 是我的顶头上司 他跟我一起出道 名牌大学毕业的 做了这么长时间 才做到我一个 职高升的顶头上司 他算是混得差的 先不说做人 只说工作 他在工作上面 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用心 就比如说 他的直系前厅部 我只在那培训几天 就发现关里有问题 好 小主板 刚才喝了这样 开玩笑呢 王总大概是看出 总经理有 对他 要出手的苗头 大爷又今天晚上 总经理也做了什么 他怕总经理找我约谈 才会做出 这么不体面的事情来 你记住啊 不要盲目高估别人的能力 也不要轻易低估自己的歉理 而且 你不是做客房的吗 怎么看出前厅的问题的 你对大姐的工作很有研究啊 我怎么发现问题的 我采集了一天多个数据 然后请在国外留学回来的 工商管理学硕士 把这些数据统计好 进行分析解读 最终得出个结论 不是 你不就是要和别人做卫生的吗 还科学管理 还统计学 对 科学管理 存在于任何一个工作 即使是清洁卫生 那怎么做才能做到多快好省 前厅接待客人 又同样怎么做 才能做到多快好省 这些都是管理者的事 我跟你说一说 我的想法和做法 等等等等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送餐 这也能观察记录 同一出花来 我每天刷马桶铺床单 都能管出花来 你怎么都能 现在用工成本越来越高 所以用工的管理 就必须越来越可学 我跟你说说我的管理思路 你呢以后就循着这个思路 自己去多思考 多总结 多观察 一间租屋里有那么多人 如果遇到借款的事 你怎么处理 我最穷 没钱 拿了两个月工资以后 你还能这么说吗 彭在一个屋子里的同事 不打算相处了 工作不仅要做事 还要做人 那装傻呗 没用 彭什么事啊 流动性那么大 过几天就换人了 讲究不得的 即使是在一起工作两个月 也要把关系维系好了 挣钱不容易 所以网处掏钱的时候 要格外慎重 借款这种事呢 就是一个坑 一个不小心人才两空 所以在借款这件事情上 你一定要区别对待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有一碟醋 想借那两只螃蟹吃 这是无赖 是吧 对啊 借不借 当然不能借啊 理由都不用找 这种人也没有必要再交往 以后表面上过得去就行了 对啊 然后我有螃蟹 但是忘记买醋 借一叠醋 那只能借啊 这种钱借就借了 但借了以后 就不要想能不能还我来 所以一定要控制好料 可不 还有一种 我想吃螃蟹 你有那么多只螃蟹 借我吃两只 借不借 凭什么呀 那不也得看关系嘛 没商量 产权归属一定要弄清楚 即使是夫妻 父子 姐弟之间 都不能喊我 除非其中一方是私愿给的 还有 救急不救穷里的救急得借 赶紧回去吧 别明天早上急不来了 你这多大的人了 还有寒凶脱背的 能不能停起来 你看这样停起来多好 天气变暖了 这打包的东西 回去就放冰箱里 免得坏了 你那儿有微波炉吧 应该没有 那锅总有吧 明天早上你起来了 把披萨放锅里 小火十分钟 记得把盖子盖上 出来的效果 跟在微波炉里 是一样的 记得要小火 免得焦了 不许吃凉的东西 知道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 不管多难 做人要体面 我走了 大姐跟二姐 不一样 十一点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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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问一下 这个蒸袋狮子头和红烧排骨 都是上面写的这个价钱吗 是的 请问您需要吃点什么吗 不用 我随便看看 谢谢啊 您好 请问这里可以搬卡吗 可以 文字幕志愿者 出去一下 出去一下 走了 大姐 吃饭了吗 跟我走吧 给你买的水果 我等不及了 我先尝一尝 干吗呀 病从口入 吃东西前要洗手 记住了 好 这家大食堂 你平时来过吗 我奢侈一下偶尔会来一次 但这家比那些藏鱼店贵太多 这条街我都走遍了 没有太便宜的饭店 那你平时都在哪儿吃啊 那边有个工地 一到饭点的时候 大门口有三个人的摆套 我要讲你家是那种 快餐店的饭菜 还有个家是主角子的 工地的小工都去那儿吃 我特别喜欢吃饺子 主要是快还省事 而且他那儿酱油还有醋 随便用 这卡里有八百块钱 你下个月要是 还在这儿做的话 我再给你存八百 就当是你吃肉的专款吧 谢谢 这么多好吃 每年早饭也有着落了 一顿饭这么高兴啊 你不知道 能趴趴趴趴趴坐下来 吃一顿饱饭 还不用花自己的钱 大人高兴啊 想学车吗 想学 没钱啊 你现在不是赚钱了吗 上海学车啊 贵一些 回老家可能会稍微好点 我打算捡的钱后 过年回家考个证 然后再回上海 不管回来干得是不是快递吧 总归是有个车本 这公司肯定大不一样 你有打算就好 干什么 你要是现在把钱借给我 我立马回家学车 卡给我 别啊 给我 我都吃个肉不容易 你也知道挣钱吃东西不容易啊 整天就想着挖空心思地跟我伸手 不劳而获这想法你能不能改改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做人最重要的是自强自立 行 我知道了啊 今天跟老家们聊天 聊起你们这个年纪的就业问题 你说说你 有大学文凭 找工作还这么难 我那是什么大学文凭啊 那前身就是个职高 后来变成了大专 忽然又变成了学院 专业五花八门的 出去人家压根就不认 怎么这样啊 今年上海学车的价钱下来了 C1手动的党五六千就能拿下来 没比咱们老家高多少 而且在上海 你可以就近找一家驾校学习 合理安排好时间 尽量不要耽误你工作赚钱 今天跟老夏聊天的时候呀 我要了几个口碑 比较不错的教练的电话 我下午跟他们都谈了一下 有几个呢我觉得比较合适你 就写下来了 你回去当做参考用 等你拿到驾照 我托朋友给你找个好工作 谢谢大姐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找到更好的工作 等你再找工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摆正心态 别总想着自己是大学生什么的 那些娱趣还都眼明心亮 不会被你这个文凭给糊弄过去 虽然不能现在毕业 就进办公室当白领 以后谁知道呢 努力呗 还是那句话 自强自立 得做一个体面的人 我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 剩下来靠你自己了 好 赶紧回去吧 谢谢 让你注意安全 快走 什么事 你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吗 大姐 现在没啥单子 我正休息呢 对了 大姐 我想好了 去学车 就在上海去 早学早用 然后呢 我呢已经找同乡的这个 老师傅问好了 就是你之前说的那驾校 如果时间安排合理的话呢 我可以一边上班 一边学车 我想立刻报名 就是吧 报名费还差两千块钱 你就帮我出了吧 要不然 缺钱是吧 是的 缺钱 我跟你说不仅报名费缺钱 我听说啊 学驾照的时候 还要请师傅吃饭呢 另外 学车这段时间 收入肯定也会减少 我的一个朋友 他公司正在招坚持发货员 上班时间比较特殊 白天接单 晚上九点分简装箱 十二点呢 准时装车发货 他那个仓库 离你住的地方不远 店滤过去也就二十分钟 工作计时算的 每小时四十块钱 你手脚麻利点 来回路上加上洗澡什么的时间 每天也够你睡八小时的 辛苦两个月 学车的钱就出来了 你去不去 我又不是机器人 我可是听你的话 自助者添注 您好 您问他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又怎么了 你干什么呢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刚才差点被撞死 你知道吗 发生什么事了 你受伤了没有 我以后死了 你也别管我 你满意了吧 什么自立自强都是狗屁 我也想自立自强 可是你看看我干的垃圾工作 还有这些人 你们怎么开车的 开那么快 我能躲开吗 我真的干不下去了 我想回家 回家重地多比撞死强 行 回家 回家挺好的 虽然重地也没有什么大出息 但是消费低啊 混个温饱肯定比上海容易 是吧 回去 你报警了没有 你别忘了 有物品损失费 物供费 还有电瓶车维修费 没有按时送到 还有网络发 不是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惦记这些 你就不能来看看我吗 我 对不起啊 我要出差 一个半月了 你也太虚伪了吧 还对不起 我来上海 你管过我吗 你不仅没管过 还比我干这干那 你让我去送快递 我差点坐牢 你让我送外卖 我差点连命都没了 你就是想害我 往死里害我 你骂完了吗 发泄完了吗 只有没用的孬肿 才会跟自己家里人发泄 我理解你现在情绪紧张 需要发泄 可是请你把这些愤怒 转过来的动力 为自己多争取一点 补偿好吗 别整天只是到窝里了 想过让好日子是吧 你要么回家 住地唱山歌去 要么赶紧学会一级职场 我到机场 挂了 喂 萧绅 你立刻叫房屋部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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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来了吗 大姐 我刚才是被吓着了 行了 检查是怎么处理的 开车的全责 三天死了了 你身体真的没事吧 出了车祸以后 一定要检查紧椎 跟做一个胸透 很多人就是表面上看着 身体没什么 但气息是内处血 睡着一觉第二天 人就没了 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 你身体真的没事吧 我应该 算了 我再去争取一下体检费啊 不是争 喂 喂 姐 又争取到了一笔医药费 那你赶紧去医院 做X光 做检查 医院就不去了 回去自己注意点 没什么要去的 我这后面还得叫人来拖车 后面修车补货 都是事 这种卖命的血汗钱 别乱话 是啊 我本来想着扣除修车的费用 剩下钱去学车呢 再一想啊 这钱是车祸得来的 那不吉利啊 怎么 不打算回家充地了 我都已经出来了 怎么能空手回去呢 我要是空手回去 前女友她妈一定第一个 翘落打鼓 到我们家门口嘲笑我 行 那就继续好好干 大姐 你说那个夜班兼职 我想 先休息几天吧 工作又跑不了 休息什么呀 赶紧好好学车 提升自己的履历 这开车好歹是铁包肉 这骑电动车就是肉包铁 玩不起 其实我可以 行吧 我马上要登机了 我回头把联系方式发给你 我还没坐过飞机呢 好羡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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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好羡慕啊 好羡慕 妈 我这早饭都吃完了 你到现在还没睡醒呢 像你这么懒 难怪呢 三十多岁都嫁不出去 那谁嫁得给人像你 是我弟弟的事吧 昨晚他给你打电话了 你还知道你弟弟有事啊 你知道你弟弟有事你不管 你说我这辛辛苦苦地 把他生下来 咱们朱家就这么一个种 可你倒好 你还要把他累死啊 你让他打两份工 我告诉你啊 咱们说重点 他给你打电话 是跟你抱怨含苦含泪 不愿意干了想回老家 还是说跟你含苦含泪 告我的状但不愿意回老家 你弟弟他苦的 哭的那叫一个惨呢 有没有说不干了要回家 那倒没有 可那是你亲弟弟 那不就对了 妈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我弟弟他喊苦喊累 但是不愿意打退堂鼓 这就是他进步了 他长大了是好事 还好事呢 你弟弟差也没撞死 你还有没有良心你 是好事 你胡说什么呢你 你弟弟是咱家的命根子 他要是出点什么事 老逐渐就断后了 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 你还有没有良心你 现在你弟弟听你的话 在上海死活不回来 这事你得负责 你要是为了出家好 就让他赶紧回来 结婚生孩子 妈 我知道 我出来工作得早 这么多年不在家 也不知道我弟弟 被培养成什么样 可这回他来上海 我算是看清楚了 这是被你们给惯坏了 这要是放以前也没事 大丈夫和患无妻 可是现在 咱们村里的那些男孩子 结婚是不是越来越难 彩礼是不是越来越高 是 对 那你说 就上回那女朋友 真的嫁到咱们家来 先别说彩礼 先被她给吞了 你跟我爸 让我被榨干了 都堵不住他们家那窟窿 你不说话 就说明我说的话 你都明白了 对不对 算你说得对 那不就结了 走棋想散步 也不是说不让我弟结婚 婚一定要结 而且结婚了以后 还要婚姻幸福 怎么着不得三年 给咱抱俩娃呀 对呀 那是当然 可是现在竞争那么激烈 找对一项也得看自身条件 我弟只有多吃苦 多张本事 才能挣钱养家 你们要是觉得我不应该管 你们就说 我立刻甩手 以后 我弟弟是死是活 跟我没关系 你们要是觉得我应该管 就必须挺我的 那你说怎么办 你们自己想一想 到底是让我弟 做一辈子孬肿 还是让他吃点苦头吧 就这样了 我要再睡一会儿 我晚上还要熬夜到凌晨一点 挂了 你要实在觉得累 我就替你把第二份工作交停 喂 老兄 这么晚打电话 是我弟弟面试的事 哎呀 周哲 你这个弟弟啊 就像你们周家人 做事跟你一样呢 细致 稳妥 老兄 他还是不懂事 有些孩子 自己的 你可多担待啊 周哲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年初的时候 我单独拉了个团队 来试水跨境电商 现在规模也做起来了 前景是一片看好啊 所以我准备单独 把这块业务成了一家公司 但是这个新公司呢 需要一个负责任的管理人员 给我做仓管 我听你这意思 你是想培养他呀 是啊 这个你懂了呀 仓管可不少占油税 一般人我都不敢用 如果这个仓管有什么二星 他每天都看见这个货物 进进出出的 拿我的数据 投靠竞争对手 那我就死小巧了 你看 我确实是想把我弟弟 塞到你那儿去 但是我听着这个岗位 可能更适合 在上海有家有口 有上海户籍的人呀 你看啊 你在上海有房 有一份通过自己努力 镇得了不错的工作 还有你可靠的人品 只要你朱哲能做背书 他就能胜任这个岗位 老兄你这是给了我弟弟 一条出路啊 我一定要好好教导他 全方位地督促他 这样啊 你让他赶紧去 把那边工作给辞了 到我这儿来 我马上安排人来带他 这一开始的工资 跟那边差不多 但是我包车主 只要他肯学 后边我还能叫他学电商 怎么样 好好好 太进行你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让他抓紧去学开车 哎 这是个好事啊 你要安排他去手动挡 后边我会安排他去接手这个 货运这一块 还有啊 我会安排他插车 堆高机的考证 哎 我不是让他去干那个搬运啊 是让他什么都得懂 还有啊 后边我会让他去学这个 初级会计师的考证 我看他大学课程里面 好像有会计 哎呀 主持 你看 我这儿投入这么多 应该不会 你放心 绝对不会让你肉包子打狗的 三年 三年我绝对摁住他 哪都不许去 不许挪窝 好 我就喜欢跟明白人聊天 那先这么着 我把合同拟好 明天先发给你看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谢谢谢谢 好 谢谢这么着 拜拜啊